旅客坐在后车大厅 突然一阵天摇地晃 后面天花板掉下一个物品 阿嬷用手挡着头赶快跑到外面 天花板掉了下来 还有几块在上面摇摇欲坠 地点就在20号早上9点05分 规模6点0地震 镇央所在的花莲县光复乡 深度只有6点8公里 震度5弱达到强震等级 台铁光复车站因为地震出现受损情形 受影响的还有这所 一样位在光复的幼儿园 原本围在一起的围墙 转角处却露出一个洞 走近一看一大片砖头 往外塌落掉在草丛中 挂在墙壁上的相框 地震当下摇晃的厉害 还有著名观光集点鲤鱼潭 原本就像是静止画面 接着一阵剧烈摇晃平静的湖面 都被激起涟漪 游客旅游遇上地震 吓一大跳 很可怕喔 很可怕 震动很大 震动很大 那船都会叮叮叮叮的 我们刚刚到上面感觉就很摇 知名光复堂厂厂 厂区内的不少名产店 也成了受灾户 店家一早才开门不久 就忙着处理善后 这起地震 截至20号中午12点15分为止 就累积有多达9起的余震 气象局也指出 这两天内 不排除会有规模5以上的余震 昏昏欲睡的收假上班周一 一早这么余震 恐怕是把不少人都震醒了 TVBS新闻高中 中文宣花莲采访报道